佛法 所谓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诸位一定要知道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明心尽信的方法很多 它不是一个方法 门禁 多到什么程度呢 没法子计算 八万四千 是世尊在教学里面 用的归纳法 设计呢 是无量 无量怎么来的呢 无量是从阿赖耶 妄念上来的 就是说 你起先动念 分别执着 无量无边 佛说的这个话 逐渐逐渐我们能体会到 无量无边的 这咱们 现在科学里面讲的波动的频率 频率无量无边 任何一个频率 只要你不动 就进行 你在整动的时候 极其威细地波 还是无量快速地波 都不行 你看到的现象是波动的现象 像看海水一样 你所看到的是浪 是波浪 波涛 其实那个波浪 波涛就是海水 把海水比作自信 把波浪比作阿赖耶 这挺恰当的 真的它是一不是二 阿赖耶是一自信起来的 就好像波浪是一水起来的 什么时候能见到水平呢 波浪停止了水平的现象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不修定不行 我们念佛是不是修定呢 是的 用这一句佛号 把你心定下来 所以无论 所以无论 起什么念头 善念也好 悟念也好 这个就不去管它 只要有念头 心就动了 不是进 念头歇掉了 心就进了 我们用什么方法呢 这也是八万四千法门之一了 我们用驰名念佛的方法 这个主要知道 那无论什么念头起来 古人讲的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觉是什么 要把念头压下去 这就觉了 那我们念佛人 无论起什么念头 念头才起 就警觉到了 我起了念头了 第二个念头了 换过来 换阿弥陀佛 只需有一个阿弥陀佛念头 不需有其他的杂念 这叫慧念佛了 这叫慧用功啊 一直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来压 把所有念头都压平了 最后这一句阿弥陀佛也没有了 就见心了 如果还有这个阿弥陀佛的话 见不了心 为什么呢 它还是个波动 还是个小波浪 不过这个波浪是很有秩序的 很平静的 很平静的 很温和的 很有秩序的 它不是乱来的 那我们俩的 我们修行就圆满了 随着我们的念头 也就是禅定的功夫 小定 小定 建一小部分 大定呢 就建一大部分 究竟圆满的定呢 那你就全建到了 随着定功前身 你的境界不一样 一定到 甚深大定 这个就是佛所正的 究竟圆满的 那我们看 慧能大师所说的 这是究竟圆满的 究竟圆满什么时候正的呢 在华言经上 粗著菩萨就正的了 华言是圆教 别教呢 是粗地菩萨正的 他们所正的的境界 就是定功 是相等的 智慧不一样 智慧 圆教的智慧高 别教智慧就要差一些 跟两个人相比 功夫一样 会有前身不同 圆满根线 是非常可贵的 更新 也是 经历很长时间 熏羽 成就 是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